新冠疫情稍不停 疫苗虽然陆续到货 各国也纷纷开始施打 不过是卫秘书长谭德塞今天警告说 疫苗分配不均 过度集中在富有国家 像是富有国家的健康成年人 抢在贫穷国家的医疗人员 以及老人之前 接种疫苗是不对的 也是不公平的 谭德塞表示这些情况如果再不改善 只会让疫情持续延烧 让世界处于道德沦丧的边缘 而人类的苦难将有增无减 新冠疫苗为人类带来希望 但世卫秘书长谭德塞 却是忧心忡忡 谭德塞警告 疫苗分配不均 过度集中在富有国家 全世界正处于道德沦丧的边缘 疫苗研发厂商开发生产的疫苗 优先分配给本国人民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只能苦苦等待 谭德塞更直接点出疫苗分配的黑暗面 烘台疫苗价格甚至囤积疫苗 只会让疫情越拖越久 谭德塞呼吁各国能释出过剩的疫苗 给疫苗全球取得机制COVAX使用 让全世界早日脱离这场恶梦 刘雍伟编译